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为了跟刚才上一位演讲者流畅的英语做个PK 我可以用南京话讲 开个玩笑 搞一下气氛 因为是等着路一席的一个原因 还有前段时间在附近做展览的原因 我这次是从离南京很近的地方 就我的老家 安徽厨州的定远县 过来一个小县城 小地方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春游的时候会来南京 还记得小时候大人哄小孩的时候 让小孩好好干 好好学习 将来可以到南京讨老婆 自己从小在一个小镇 然后上小学到了一个县城 19岁懵懂的一个少年离开了家 出外读书闯大 做过很多职业 当过中学的云老师 做过摇滚乐队 后来到广州又到了杂志社 报社 先做文字记者 然后因为采访的关系 会有个搭档摄影记者 老师跟着我一起 跟着我一起 我就闲来无事 就摆弄他手边的那个相机 这一摆弄不要紧 就是我们行话说就是中毒了 就觉得摄影这东西太好玩了 我想搞摄影 打电话告诉家里 家里人也没有什么意见 他们也不知道摄影是什么 报社给了一个机会 就让我从文字部门转到了摄影部门 去跑社会新闻 突发新闻 每天去拍一些火灾 车祸 踏楼 讨薪 这些事情 开始很有劲 很痴迷 就是有一种那种小地方出来的人的那种认真境 也觉得比较珍惜 这个时候我必须强调的一点是 当我摸到相机的时候 准备来干这个事的时候 那时候我已经32岁了 自己实际上是很忐忑的 自己转行 跳槽 越往后就觉得风险是越大嘛 现在回想起来 我还会非常感谢和感激 我在最初遇到的几个人 跟我讲过一些很关键的话 我记得有一个同事 他年龄还比我小 是卢美毕业的 我那时候刚搞摄影的时候 天天跟着他配合后面 去他家里面看很多画册 然后走在街上 都会问他好多关于摄影的问题 走在一个大桥上面 啊 夕阳夕下 我说这个剪影应该怎么拍呀 光圈快门应该怎么设置 他有一天他特别不耐烦了 说你怎么老跟着我配合后面说 什么光圈快门啊 这些参数这些东西 我说这不好吗 我不迟下问啊 他说他很无情地说 这东西你说得越多 事实上只能说明你越不成熟 撞相机是什么 撞相机就是个盒子 摄影就是在有光的地方安快门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早破除了我对这个器材 那个华丽梦想的一个人 后来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部门的一个领导 他以前做过摄影师 但是后来已经不做了 转到别的部门去了 有一次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他在看报纸 他就聊 哦 颜民你现在要来做摄影师了是吧 哎 你要记得哦 你喜欢什么就去拍什么 我当时觉得这话太清淡了 我不就喜欢吗 我就来干这个的 再后来有另外一个就先与我投身 我们所谓搞艺术的一个朋友 跟我讲了另一个非常关键的话 说要有态度 光是痴迷 光是腿脚勤快还不行 要有态度 要有对世界对社会自己的一个看法 要反映出来投射出来 这也是当时不是很明白很懂的 我们在选择职业的时候经常听到一句话说 能以自己喜欢的事情为职业那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呢我们每当这个时候我们会面临着一个评估 有两个词我觉得很关键 一个叫喜欢 一个叫擅长 就是你喜欢了没错 但是呢你还要擅长 我们小时候打篮球 打着打着发现我长不高了 你都没有一米九两米打什么呢 那就要改棋足球吧 棋足球发现那些国外运动员一米八都是矮的 更多的人事实上是在把不喜欢的事情做擅长 你反复一想这不就是上班吗 我不想上班了 我辞职了 我告诉领导说我要去实现理想 我要去看世界 接下来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系列 我拍了一个照片 我就交掉了报社发给我的那个非常豪华的大相机 拿着一个老式的黑白胶片相机 出了门 我看到了很多跟我工作状态下拍的照片很不一样的那个场景 后来我就觉得我在我辞职之后 好多年都没有遇到过一起像样的车祸 这我在长江边上看到了从船上面被晕下来的猪 赶猪人非常辛苦地在淤泥里面想把他的猪赶出来 这我在河南冬天在乡间的道路上遇到一个小个子 骑着一个铜车趴在那歇脚 我跟他去保持这个距离对望 然后我拍了这张 大家彼此都没有说话 我就离开了 这是三峡奎门的一只落寞而有形的猴子 这个地方就是李白 朝思白地彩云街那个地方 据说后来这地方就没有猴子了 都是从什么峨眉山啊 那些地方引进的 底下那个游船游客会来看嘛 两岸青山嘛 他们就负责在这里 他们群众演员他们负责踢不住 这是我在长江上面做那种铁皮那种搬船 农用那种搬船 船还没有发 有一个女孩先上床了在船上睡觉 开始这张照片不经意 拍的时候不太经意 后来发现 这个女孩她睡觉的时候 你看她的手 我觉得这是我们出门的人容易感受到的一个 她一个手是插在口袋里 另一个时候还是捂着这么睡觉 我们在外面走动的时候 实际上也会很焦虑 或者说很小心 我们也不会这么贸然地在这样的情况下睡觉 我记得我们背着包走路 经常会下意的是去摸一下前包那个位置 或者说手机的那个位置 她每次就会摸一下 摸到那个轮廓表示她还在 一直都是最后都摸 摸出来一个轮廓 小偷一看就知道那是手机 这是在重庆郊区的一个山寨的游乐场 一个下班的女演员 作品的名字叫下班的米妮 米老鼠的女朋友叫米妮 事实上她是在游乐场里面 跟游客做那种合影小生意的 跟小孩合影 收个三块两块钱 那天傍晚 没有人了 结束了她 走向那个山坡 我跟在后面拍了几张 到了山下 我才发现她把那个头套摘下来 一头的汗水是一个老阿姨 让我觉得 还是为了生活还是挺沉重的 你说她在下山的时候 她为什么不把这头套摘了呢 一般是应该去掉嘛 凉快拎着头套往下走 我想她在这个下山的过程中间 她肯定还想再试一下运气 再做当天最后一次努力 这是在路边一个落寞的一个本车人 一个残疾人 在北方农村每年有那种庙会 我们小时候老家都会有这个 有那些什么武汉船的呀 什么鲤鱼金 河棒金 我发现还有两个老农民穿戴了这种鲜鹤的造型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文化的一个意象 我觉得很感兴趣 拍下了它 这是一个寺庙正在建一个围墙 因为我非常吃惊和佩服的 竟然有设计师怀着如此浪漫的心 因为把这个围墙设计成这个样子 竟然还实施了 但这个墙明显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嘛 但是我喜欢 这是在重庆唐江上面 三峡没有蓄水之前 一个礁石露出来 后来这个礁石都被炸掉了 现在这个人的头顶上已经修了一个大桥 这是博洋湖里面的大孤山 上面有一座宝塔 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我们自己中国的意象 是我们的浮屠 这是我路过的一个寺庙里和尚的宿舍 墙上那些石灰块斑驳的已经脱落了 那和尚可能也是闲来无事在上面添了几笔 应该是他心目中的南天门 这是在一个江边上面一个抽杀机 我当时记得这个抽杀机响声很大 震动也很大 我不知道那个看抽杀机的工人 怎么有那个闲心会在上面躺着 可能有一些按摩效果 是在乌江边上 茯林 一个矮胖矮胖的一个大妈 从江边的船上面呢 就是接了一条鱼就拎着往远处走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首先吸引我的呢 你看这个鱼的拴法 我们一般拴鱼拴嘴巴 它拴的是那个脊背 我觉得就蛮有型的 我说跟着它看 没有机会我来拍一张照片 我也不吭声就远远地跟着 它走快 我也走快 它走慢 我也走慢 终于有一刻它崩溃了 它突然停下来说 好吗 好吗 你拍吗 我说既然如此难得的造型都出来了 那我就毫不犹豫地按了这个快门 于是得到了一张 不是我摆拍的一张摆拍的照片 后来放大看 这个鱼的眼睛很忧郁 这是在相间舞台上一个扮演耍大刀的 拔鹿的一个沙马特青年 这是我当时在拍别的地方 是另一面 我突然发现身后有异动 等我一转身来的时候 在我的取景器里面就是这半个 半个就半个吧 没有什么不可以拍就拍下了 我觉得挺好看的 它那个腿是绷着的 尾巴是拱起来的 各种直线 曲线都具备了 这是在一个郊区的垃圾场 有一个拾荒者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精神病 你看它戴着护袖 戴着手套 它是在那捡东西 捡铁丝 木板 纸板那些 我就远远地 我几乎在那陪了它将近一个钟头 就在那个冷风中间 也彼此都没有说话 后来它捡了一支烟 点上了在那抽 初始我拍下这张照片是远处的一个游乐场 升起来一个热气球 我觉得它总让人感觉到 并没有那么彻底的一个悲两 总觉得还有一些希望和光明的东西在升起吧 在北方的一个农村古地庙 墙上画的彩色的画 古代美女图 倒不一定是古迹了 但是你看这些游玩的人 毫不留情地在上面刻下他们曾经来过的这些印记 说到这里其实我想讲的是 我投入了一个梦境的一个江湖 我经常跟别人说 我在这个江湖中间 事实上我获得了一种自由 我跟别人打过一个比方 我说我拍照 我现在终于可以怎么拍了呢 就像我打枪一样 射击一样 我都是砰一声在墙上先打下一个弹孔 然后我拿着笔跑过去 画圈 画十个圈 这样的话呢 我的每一枪都是释怀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走到了一个 由我自己可以说了算的 就是我的码头 我做主的一个江湖里去了 就是这种自由 其实是一种自主 它让我感到非常的兴奋 隐隐约约就像某种使命一样的 我觉得我不能回去上班 我要继续拍下去 这张照片是在河南逊县 旁边那个山坡上有一个古庙 那天是傍晚 突然下大雪了 我说我要出去拍拍照 拿着相机我就冲到那个山上 进了这个庙 我从旁边转过来的时候 事实上当时我吓了一跳 这里有一个无头将军 就真人大小 刚刚下了一些雪落在这个肩膀上 那个肩膀上那些雪的颜色 就像从头上照下来那些亮色的那种高光一样 我说更凸显在肩膀上面空无一物 但它还像我在做这种抱拳拱手的一个动作 在这个风雪之中 我在我的一个书里面有一段描写 我觉得当时我很郁闷 脑袋哪去了 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好东西 那肯定在疯狂的年代被人敲掉了 不然是被后来的奸扎小人敲掉拿去卖钱去了 总之后来就是干了这个坏事的人 恶的人 事实上是我们 事实上是我们在奔跑的时候跑丢了魂 这个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情 它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残像 有一年的春节过后没几天 我在四川大凉山里面转悠 看到了一个车帆在那里 底下竟然有个小伙子带了铺盖在那里睡 我说这车你的吗 是啊 我在看着 我说你没有打电话 喊救援啊 喊交通部门来救援啊 打了 现在是过年 他们告诉我要四天之后才能来呢 然后他就在那晚上就那么冷的就在那里睡着 我就默默地给他拍了他这个苦笑的样子 我记得临走的时候他在他那个背里面还摸出四个馒头 他说你要不要吃 这是我跟朋友去一个农村 一个贫困小学里面去慰问 给他们送一些文具 然后呢 因为区里都是摄影师嘛 就是说给你们每个同学都拍个照 然后发现这个班上有个个头比较大 年龄应该比较大一些的一个女孩 她在拍照的时候她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后来我就把这个照片剪成为感恩的心 那么去了他家里面 就是家图四壁 我们还有问过他 你的理想是什么 他说我想当歌手 在拍照的这个过程中间 自己会越来越觉得你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看法 和感知显得是尤为重要 就我们会对一些事情有触动 会觉得难过 心软 这些都源于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源于我们从小受的那一点教育吧 就是自己本贞上面还是可以做一个良善的人 有一句话说 我们行走江湖 靠的就是心软 其实我很认同这句话 如果你是一个铁石心肠 就是很会明哲保持的那么一个人 你看到这样的人 比如说艰难的人 困苦的人 不堪着这些事物的时候 你不会去起那个反应 我们现在聊一个轻松一点的照片 这个照片是在广东一个江边 当时江里面有人在游泳 有人在看 我也在看 当时有一个我想应该是外地人 我听他说话的口音应该是北方 东北 或者是内蒙那边的人 一个红脸 大汉 开始没有很在意 等他弯腰在脚跟前揪了一朵小野花 在手里面粘着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相机就拿出来了 就偷偷地开始瞄准了 这个恰如其分的事情出来了什么呢 他应该用这个鱼光 好像看到这边有人在干什么 他就是正好他当时又在闻这个花 转身 嗯 来看我的时候 我说那些炯炯的迷离的小单眼皮 有点小小地尴尬 在那一上那我把这个快门按了一下 其实那一瞬间他也知道 这是一个什么人在干了一个什么事 我记得他 碰完之后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我说我就知道他原谅了我 这是一个更轻松的照片 这个是在广州拍的 这个女孩是在英国学艺术的 她放暑假的时候回到广州 我记得当时我正在办一个个展 她去看 她说你能不能给我拍照片 我开始很不以为意 我说我给你拍什么照片 这文艺女青年嘛 你别再拿花丛中给我来个这个 后来经过网上沟通交流 他告诉我 他说他在国外的时候学艺术嘛 他还给国外很多摄影师 艺术家当模特 关键是他打消了我的顾虑 说你不要担心尺度问题 我说那好 反正我也没有涉猎过私摄影 趁机可以练个胆 我记得我们拍了好几天 《朋友的那个影棚》里也拍过 《黄泉野地》里也拍过 这张照片呢 其实我觉得是唯一留下来的 是满意的照片 是在她自己的那个房间里 她的闺房里 而且是在拍摄种种 换衣服的过程中间的一个抓拍 后来我把这个照片很认真的 就是手工放大 还让它带回英国去 她也很满意 她说我其实就想看一下 中国摄影师拍我是什么样的 她说就是喜欢这张很东方 我在拍她这张照片的时候 令我非常难忘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背靠着墙 我拿相机的手是在 色色发抖 我觉得发抖是好事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有感应和反应 不是吗 我说拍照 它有个正常的一个逻辑顺序 就是我们经常讲 你是视觉工作者 你看到东西 你要有觉 我刚才说了 你没有这个感觉 你没有那个认同 认知 反应 你就体现不到你这个作品上面 中国有个词叫江郎财尽 我后来反复在思考这个词 江郎这个人他怎么会财尽呢 他说原来有个口袋 里面装着都是财 被他像钞票一样一张一张一张花光了 这个财原来是哪里来的呢 所以我分析 这个财应该叫 持续感动的能力 我们看到东西 看到社会 看到人 我们还会有 有反应 会有感动 然后这个就是你再继续去创造 去创作的一个根本 而且这个必须是你自己来做的 而且是在整个你的创作的过程中间 不断地磨练 不断地生成的 你有这个持续感动的能力 就不会有一天担心它会裁净 这是在一个小旅馆 这个床单实际上就是布满了油屋 我们在外面拍照片经常会很无奈地住到了这些 很便宜的旅馆里 我记得我在这住了两三天 我整个外套都 每天外套都没有脱 床单上印的字是让我很感兴趣的 叫淮阳饭店 底下还有四个字叫 甜梦常在 当初很美好的一个住院 我记得我的第一本书首发的时候在北京 请了导演贾张科先生来做嘉宾 他说我的书里面他最喜欢的是这张照片 不知道勾起了他的一个什么记忆 这张照片我给他取的名字叫小镇青年 我跟朋友开车路过山西运城一个小镇 边上看到山坡上有一个建筑 实际上是一个教堂 我跟朋友就停了车进去逛了 这里面碰到几个本地的年轻人 有两个女孩 还有这个小黄毛 一个男孩 我非常难忘的就是他围着我们 看着我们的相机 他非常地兴奋 就是问这问那 他告诉我们 他说他以前在镇上的影楼干过 你们拿的相机其实上我都摸过的 就是他给我的那种热切 热心的那种感受就是令我很难忘 我们聊了很多在那里逛 最后走的时候 依依不舍地画别 合影留念 然后我说那我给你拍两张呗 这个动作不是我教的 他自己做的 果然应该他是当地比较文艺的人 他就突然来了这个造型 就是那个手插着 我记得我后来在整理照片的时候发现我电脑里有两张 一张是左边 一张是右边 两个几乎是互为镜像 就像那个可以做成门绳 门板上那样 可以一边一个 你仔细看他的那个眼神就是很笃定 我想那一刻他一定觉得自己是谢霆凤或罗志祥附体 刚才说到贾张哥 我想很能理解的一个事就是 我想他自己也是一个小陈青年 小陈青年 对不对 他后来做的事情 跟他的自己的渊源 家乡 成长经历都非常有关系 我记得他在我那个发布会上还说了一句话 他说 阎明他其实他很知道 用与我有关的事情来 做创作 来做艺术 我记得我当时 我立即就抓了一本新书 在那个《非夜》上面就记下了这四个字 叫与我有关 我觉得这个词简直是太重要了 它对我 我觉得也是一个总结性的一个提醒吧 这是在重庆的朝天门码头上面傍晚拍了一个贵妇 后来我知道她是在长江上面的一个豪华邮轮的一个老板 重庆很多朋友其实要认识她 我拍的时候都不认识她 但现在我已经有了她的微信了 她在 我今年记得春天四月份的时候我在重庆参加一个展览 其中我还展出了这张 我还特别提醒主办方把这一幅就多做了一幅 等她来看的时候送给她 后来她果然来看了 也跟这个照片有合影 她的头发还是那么高耸入云 就活得很昂扬 我们广东人会说 摄影去拍靓女了 拍肥婆干什么 但是我觉得人家胖点 很失态吗 你不觉得她很卡通吗 我们不愿意跟很卡通的人 做朋友吗 她实际上她一定是一个自己 她是一个认真 天真 很卡通的一个人 对不对 她有自己的审美 她自己还是个劳动者 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仇视的 这张照片拍摄于湖南的南岳恒山上面 这是我认识的一个和尚朋友 前些年我记得每年冬天12月份的时候我都会到恒山上面去 去玩 去拍照住几天 经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她 很有意思的是当时她自己也是喜欢摄影 她也有相机的 每次还出来陪我们去拍 告诉我 哇 哪里 后山那个红叶 有红叶了 我们去拍红叶 哪里下雪了 我们去拍雪景 其实她不知道我不太喜欢拍那个 这是在最后一次我去恒山的时候发现 她告诉我 她说 现在已经不拍了 最后就送我出来的时候 就很落寞地大家慈行的时候拍了这张照片 她说我现在在搞 喜欢上书画了 练书法 画画 已经在寺庙里面在办三人书画作品展了 我怎么劝上她又都不再出来 当时她搞摄影的时候也是很认真让她攒钱去买镜头 跟我们都一样 还买了很大的那种登山包 就是比脑袋还高的 还把空包背起来给我看 杨老师什么时候到我的老家 张强介那边我们一起去创作 干一票大的 但是慈行的时候就是很无奈地 就少了一个引用 我说我也没有办法 我也不能去跟一个和尚 去说坚持和放下 这张照片的底部边缘还有东西看到了吗 这是我在河南的一个摄影师朋友 他叫孙艳初 这张照片是前年我们在陕西傍晚逛到一个景区 一个不卖票的一个景区 山里面 当时我记得下起了小雨 持续的小雨 我们也没地方躲 跑完前面还是下雨 我们就在那个山里面在那里玩 我忘了当时讲说到了什么话题 他突然就是阳天长笑 非常放肆地这么笑 我就拍下了一张照片 事实上这是我们在出行的人能感受到的那种 它是属于我们的一个欢乐的时光 我把这张照片取名叫《雁出与山水》 像那些头发 胡子那些 其实就像我们每天身边经过的那些草木 这几年我回老家的次数非常地多 因为我父亲身体的原因 每年都回来很多次 这张照片大约拍摄于六七年前 当时我第一次把我的儿子带回老家来 我父亲每一天紧跟着他的后面 走路就生怕他碰了 跌了 一直到今年的春节之后 就是我父亲就去世了 这段时间我回老家 给我带来的思考思索非常地多 当时我带着相机跟他们在外面散步 回头看到他们两个的时候 我就说先不要动 我就拍一张照片 发现我在取景框里面 我在凝望的是一个因果 我觉得这是人生成了一个循环 用脚丈量过那么多地方 最后发现 最终还是要路过自己 我家里面有一个很过旧很老的一个大衣橱 有镜子的那种大衣橱 今年我带小孩回来的时候 我发现我儿子在那个衣橱 跟前偷偷地在那里 扭霹雳舞 跳街舞 我当时很有感触 我说 他在扭霹雳舞的这个位置 就是我小时候 在这里扭霹雳舞的位置 少年心嘛 也很珍贵 我觉得最值得珍惜的是 长成少年形状的理想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世界上应该没有大人 我觉得只有长周了的小孩 我们很感念就是家乡 我们的过去给我们的这一切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珍贵的东西 这张照片在我的画册里面 被放在了最后一页 这是一个景区的一个大巨石 有人在上面画了一朵祥云 记得我这张照片刚出炉的时候 我把它放给我一个 认识的一个女孩 她说 哇 悟空来过 我说好像真的悟空来过 事实上这个世界 我们来过 我们还要去更多的地方 事实上最后都是归为云淡风轻 在这里必须要给大家汇报的一点是 我今天夏天开始 我在老家开始学开车了 在这个年龄上学开车也是很艰难 之前一直都是坐车或者说朋友 我之所以在老家学开车 我是有预想的 我觉得我就应该让教练 就是讲我家乡话 讲我母语的教练 来告诉我一切要领 我们在外面拍照的时候 你经常晚上回来的时候 坐在床上在清点自己的胶卷 我说像木柜的人在清点自己的羊群一样 我还发现 我在数钱的时候 这么多年 我数钱的时候会用家乡话 用家乡话来报那个数字 这点就是提醒了我什么呢 你看人在最关键的时候 最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它这个骨子里基因的东西 会带出来 所以我觉得将来在我开车的时候 在面临危险的时候 耳边响起的应该是教练发出的指令 四党换三党 应该说一句结尾了 刚才讲到学车 在驾校的时候 那些同学 大家都在议论憧憬着 我们将来要买什么车 什么品牌 什么价格 什么性能 我在旁边听着 实际上我也是微微一笑 不太以为然 为什么呢 就像我最初知道了相机是什么东西 跟相机的秘密一样 它只是一个盒子 车往哪里去 将来我开着它往哪里去 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要点 人生苦短吧 很多东西我们不能陪它时间更长 不能走更多的路 所以我们要加快脚步 去它的深处 感谢今天大家路过我 我们下一个路口见 请不吝点赞